你要说什么解决方案 你钱你要跟我们转过来 对不对 对呀 我能差两千块钱 说好的事情 被你们弄服了 那您是要在什么条件下 才会给他们转钱呢 我有第三项见证吗 那我们正好媒体在这 也给你们做个见证好了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我认识你 我们是这张电视台 要不要把黄金眼的记者 你还说一说 我能同心我 我法律都约束不了 电话中这个态度恶劣 话语嚣张的男人 是刮车孩子的父亲 对于车主张女士 提出的赔付条件 他迟迟不履行 无奈之下 张女士只能找到记者 帮助协商 然而在记者 拨通孩子父亲电话后 对方口出狂言 满口脏话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孩子父亲直接说爱谁谁 孩子还小 法律都管不了他 电话是5月2号的 那天晚上停进来的 然后我一直停在这 3号4号两天都没有开 我5号开的时候就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车被划了 然后四个面 据了解张女士 今年五一假期 没有出行的打算 于是把自己的奔驰车 停到了车位上 两天没有驾驶 这天张女士有事要出门 来到地下车位 竟发现爱车被刮成了大花脸 现四面车身 都有不同程度的划痕 其中左后方最为严重 十几道长短不一的白色划痕 与红色车漆形成鲜明的对比 想不注意都难 当初张女士是以20多万的价格 购买的这辆红色的奔驰车 期间一直小心爱护 如今才开了大半年 竟被刮成这样 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了 张女士想着 平时并未与人结仇 那又是谁和她这么过不去呢 张女士急切地想知道 是谁针对自己 于是她找到小区物业 查看了近两天的监控视频 发现罪魁祸首 竟然是个年幼的孩子 小孩的话是三号那天划的 三号可能中午还是下午左右吧 大概拿了一个是 就是什么孙悟空 就是那什么 孙悟空的金箍棒那种大砍刀 然后就这么绕一圈 这么划过来 划了四个面 就是停在这里 你看像这种反反复复 划了很多道的 他不是说不小心这样子划 而划了一些 通过物业提供的监控 我们发现5月3日那天 一个身穿蓝色上衣 手持玩具砍刀的小男孩 在车库内玩耍 似乎是被红色吸引 在张女士车旁逗留了很长时间 将车身荡成了画布 不断用玩具涂涂画画 每一面都没有放过 张女士驾车去到4S店 工作人员表示 车辆底气受伤 每一面的补气费用为2400元 四个面地维修价格近万元 张女士根本不认识滑车的小男孩 这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无望之灾 张女士通过物业联系到了男孩家长 可对方的态度令她很不舒服 孩子爸爸不同意 张女士去4S店维修 说可以帮她找个修理厂 随便修一下 如果非要去4S店维修的话 她只能出1000元 细算下来 张女士的车入手还不到一年 结果就让人化成了这个样子 况且对以后转卖也有不小的影响 她并不想去修理厂维修 万一喷漆出现色差怎么办 最后是张女士老公出面协商 男孩父亲才同意 将1000元修理费用提高到2000元 可就是迟迟不转账 记者在场时 张女士给男孩父亲拨去电话 不料男孩父亲语出惊人 你要说什么解决方案 你钱你要跟我们转过来 对不对 对呀 我能差2000块钱 不能说好的事情 被你们弄服了 对呀 那您是要在什么条件下 才会给他们转钱呢 我这有第三号见证吧 那我们正好媒体在这 也给你们做个见证好了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我认识你啊 我们是这张电视台 要不要把黄金眼的记者 男孩家长表示 谁家也不缺这2000块钱 但转钱时 必须要有第三方在场见证 说到这里 记者说他们可以做证明 但没想到 男孩子父亲像吃了火药一样 大骂记者 你算什么东西 还说了一些蛮不讲理的话 最后记者问对方 有没有和孩子沟通过 刮别人车的事 此时孩子父亲突然发飙了 说记者脑瓜子有病 六岁的孩子 那么小不懂事 随后记者咨询了相关律师 那肯定是要父母赔偿的 因为六岁 他是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的这个名字责任 由他们的监护上来承担的 所以要全培的 对方的不配合 让张女士十分生气 他不想和对方协商了 准备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此次事件经过电视台曝光后 大家议论纷纷 家庭教育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大家觉得六岁的孩子也懂事了 之所以做出随意刮车的这种行为 主要原因是家长平时疏于孩子的管教 和过多的溺爱造成的 此时孩子母亲联系上了记者 说要处理好这件事 后来经过记者和双方的多次沟通 孩子家长表示 希望在记者的见证下 给张女士道歉 并向关心这件事的观众表态 我想道歉 给出入道歉 再一个就是我言语过激 也向大家道歉 不应该说这种话 但是当时我心情确实 不是特别愉快 但是我也反思了 但是我的错我承认 我愿意全额赔偿车主损失 赔偿一万块钱 镜头前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这个男人 就是此前说话蛮不讲理 大骂记者的孩子父亲 此时他的态度很虔诚 向车主和记者再三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说自己当时确实冲动了 不应该说出那样无理的话 他愿意为孩子的无知买单 赔付张女士一万元的修车费 之前一直没有露面的孩子母亲 也在镜头前做了反思 这次事件让他们意识到了教育孩子的重要性 这几天孩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录下了道歉音频 表达自己的悔恨之心 从录音里我们可以听出 孩子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声音颤抖地说出了诚恳的道歉 同时还用心地写了一份道歉书 让母亲转给张女士 最后孩子父母在镜头下 当面给张女士赚了一万元修车费 考虑到都是一个小区的住户 而且孩子还诚恳地写了道歉书 张女士便和孩子父母握手和解了 案例中的这对家长 刚开始对于孩子的错误行为 一点歉意都没有 还以小卖小 讨价还价 甚至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六岁确实年幼 但一些基本道理也都懂得 不及时纠正很容易误入歧途 好在最后 孩子的父母做出了正确的处理方式 孩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得到了车主的谅解 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父母的所作所为 会在耳濡目染中传递给孩子 熊孩子养成的第一缘由 就是父母失败地言传身教 这次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下自己的观点 感谢观看 下期见